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之前没有修改的 就是career objective 然后是我的是我的skill set 等等等等 然后呢我还把我的award放在最最最最前面 然后我的介绍就是普通的这样子的流水渣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子 然后最后就是到我的学历 然后我再跟各位讲分享一下 我后来修改过的 我修改过的就是这样子 首先讲rich softwar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solving challenging technical issues 然后我讲的是creative and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er 等等等等 然后尤其是讲到当我讲到我的 就说在一开始的时候 要先讲你的能力是在哪里 你认为你最强的地方是什么 reply learning new technology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渴望去学新东西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我 然后我有过在非常紧的budget 跟时间的限制下把工作做完 我能力 然后我还是一个能够 因为我是trilingual 我讲三种语言 所以我是完全能够fit in一个 multicultural的 cross functional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工作 我完全不违和 我一点觉得困难的都没有 我就去跟别人talk 而且我能够把我这个idea deliver 跟他们去讲 所以这就是我 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写在最最的前面 然后当我举一下这个例子 就是提到我刚刚在跟韩国的那个case 里头讲到这个是一个enhanced time air termination 因为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feature 那当时的那个problem出现是DFS channel上面 就是这里讲的DFS channel上面 出现的那个security hole 然后我必须 最后这个enhanced的以后 我是triggering 10 to 20 times faster speeds 就比以前要快很多 而且我能够当场在layer2 那个layer里面的layer2 就能把hacker直接就给target住 所以这个是这个就让 并且我跟他还提到说 saving 这一个deal 所以这一头就是一个story 如果我感兴趣 我会拿这个来问 我就会问很多的detail 因为我也interview过不少人 我会第一时间就去问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你是如何做到 你的细节是什么 为什么你会比之前快10到20倍 然后紧接着另外的一个 就是我临走前做的那一个 就是被layoff之前所做的那个 这个新的alarm system 原来的alarm system是在server上的 但是我们要把它移到 我们的sensor上 why这样可以快 所以是9倍的 加速了9倍 所以这个就是有data去support我的story 当你能够在你的resume里面 讲出这样子的一个story I'm not the best 我这个不是最好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idea 这个是个idea 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在resume里面 把你跟和其他人区别出来 其实就是在我解释这个的时候 我并不是说我用了什么语言 然后我在哪个system上面 我做了什么don't know 我是讲了一个story 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们讲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who I am 好 我就停在这里 正在这边 我跟你们的